屏東縣3D門鄉呢 有山老鼠 他們倒採一棵樹林 超過300年的珍貴的妻禮箱 這個妻禮箱不是我們講的那個妻禮箱 是那種老鼠有沒有 平常超過100年的話 大概都已經要一兩百萬 你看300年多麼的珍貴 據說呢 對岸特別是一些高官相當喜歡的 結果山老鼠就翻山越嶺 冒險架流龍來搬運 結果呢 人算不如天算 流龍的繩索呢 差一點扎到巡邏的森林警察 警察馬上上山去查氣 當場逮到一個山老鼠 你到這個地方到這裡 到這邊啊 對 我們要用這裡 林管處人員利用山老鼠架設的流龍 搬運300年的七里箱 你下來啦 放在這邊慢慢把 我們把到這裡啦 我們慢慢慢慢放 你放掉 真的放掉 真的 你們 真的放下不來我放這邊 因為這顆七里箱 樹近將近40公分相當的重 林管處人員還爬峭壁 荷荔材江樹運下山 原來有山老鼠在山壁上 用鋼纜及滑輪架設流龍 冒著生命危險 在數百公尺高的山崖上施工 要將一顆已經連根 挖起的七里箱 運到火車上 經過歹徒架設那個流龍 他整從山壁上 整個向下滑 差一點撞到我們的那個 巡查人員跟身影隊 那它是一個相當 積極性的一個發現 因為流龍的繩索 從天而降 差點擊中巡邏的森林警察 警方立刻往山上搜索 山老鼠一發現 警方立刻四處逃散 但其中一人因為跑得不夠快 被警方當場逮捕 中天新文章 沖謊 原方 頻道報導 車禁止上 下坡